Hello,大家好,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始啦 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前一天晚上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突然碰到朋友 他说,哎,你明天去玩不,可好玩了,可好玩了 然后本来今天孩子们都有课,Tia有一个试听课,还有一个试听课 一天的行程都安排的满满的 后来就突然被朋友们这么一说就心动了 一早上就跟他约了,就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始啦 我们现在到海边啦,来赶海啦 据说今天,今天是这个月最大的潮 我们来这边赶海啦,小Tia 来捡点东西 我们两个也太厉害了,带着小孩,带着两个宝宝过来来捡海 看看今天能捡到什么宝贝 看看,这么多人来捡海都已经退潮了 这潮都退的差不多了,东西都也捡的差不多了 可能来捡海,赶海的人比东西多 就来玩玩吧 看,我抱着小阿佑,今天天平给力 一点都不晒,很凉快,还有海风 看看,挖橙子,这个奶奶可厉害 在这儿呢,西雅在这儿玩呢 阿妍一脸茫然,不会,没见过,不会 看看 看他喝麻了 快看看,你看人家 爷爷奶奶多厉害,挖了这么多 这么多橙子 不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弄到 又来了,人家太厉害了 人家太厉害了 我就负责抱着阿佑了 抱着阿佑看,这么小就来海边了 小阿佑 哈哈,愿望总是美好的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小Tia不知道是强迫症犯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不肯下地啊 也不肯汤水 其实这里就是泥地啊 也很好玩 但是它一点都不愿意下去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挖到 就全程一个人抱着Tia 一个人抱着阿佑 什么也没有挖到 下午太阳不晒的时候 我们又来到了沙滩 可能是之前赶海的那个沙子 是属于泥地 Tia有点不喜欢 但是来这里了之后 它是属于沙子的地方 还是下午也玩过水了 她心情也好了 不知道 小孩子的心情风云莫测 就是瞬息万变 终于在下午的时候 她愿意下水了 我也能赶紧抓一点东西 虽然赶海已经什么都捡不到了 已经啥也没有了 那我还是假模假式的 想要就是假装捡一捡捞捞鱼 我自己好好享受一下 其实大孩子出来的旅行 应该就是很崩溃的 这是属于我们有两个孩子以来 第一次自己的旅行 感觉以后这样的事情会很多 会经常发生 就是你不知道是会有什么意外的状况 因为孩子是不可控制的 你本来计划的好好的玩的东西 都会产生变化 我们唯一能保持住的就是自己 出来玩的愉快的心态 那就是孩子不愿意玩 你玩不成了也好 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不能玩了 行程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完美了也好 这都是我们的旅行 等到我们若干年之后 再回来想一想当年的这一趟旅行 就无论当时你多崩溃 你肯定都会觉得蛮有意思 但是阿妍说实话 她一点都不喜欢海边 就她那个肤色的颜色 她竟然怕来到海边会给它晒黑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沈阳离海边很近的 这开车才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她就一直不愿意来海边 她怕她要回印度了 她要保持住自己的那个皮肤的颜色 她说她怕回去以后晒得太黑了 别人觉得她没有就是出国的感觉 觉得她还是在本地生活一样 没有出国三年没回家的感觉 所以呢她一点都不喜欢海边 到家已经是十点半了 又马上收拾了全是沙子的行李啊什么的 已经是十二点了 我不得不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超人妈妈 回了家给孩子们洗漱完了之后 我又把所有的行李的沙子都冲干净了 海边一日游就这样结束了 就是累病快乐着 我还是很开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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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